嗨,大家好,欢迎来到元坛股市,今天小鹏出了业绩,他的股价在香港那里涨了一个9.23% 我们一起来看他的这个业绩是否有达到预期 他这个最新的这个业绩,Forecast,那个Sales在6.07个Billion,他做了6.98,是有超过预期的 然后Earning Berkshire方面呢,市场预期是他亏一个1块4毛2,然后他亏了1块1毛半 这个也是有超过估这个市场的预期的 所以就导致了今天他的股价就被投资者来买高 然后我们一起来看他的这个业绩的情况 基本上他告诉我们他的这个季度的新车出货量达到25,666良 跟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接近200个巴仙 然后他这个季度的业绩已经达到5.7个Billion 跟去年同期的话也增长了一个187.4个巴仙 他的这个Gross Profit Margin呢,提高到14.4个巴仙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这个主要的出车率是在这款P7 就是现在在中国卖大概219,000,222,000起 然后他这个是政府有补贴的这个建议的领售价 所以你看一下他的这个出车率 从去年同个季度的8,578良一直达到25,660良 然后P7的出车率是占主要的部分 然后他这里有说99%是可以支持这个P7的出车率 是可以支持这个Xpilot 2.5跟这个Xpilot 3.0的 他的分店有开了271间 包括95个城市 然后他有这个充电站已经已经延伸到439个地方 121个城市 Gross Profit Margin增加到14.4个巴仙 跟去年同期去年只是一个4.6个巴仙 然后跟第二个季度的话也是有增长 第二个季度是41.9个巴仙 它是有增加13.6个巴仙 这个季度 跟去年同期是3.2个巴仙 然后跟上个季度也是有增加 上个季度是11个巴仙 所以这是他的亏损 他的亏损也是有复合高于预期 然后先前方面呢 他现在有一个7个Billion美金 所以是有增加的 OK这个是我们看到他的这个马金 他刚才有说是3.6个巴仙 他买每一两者的马金 然后他的Gross Profit Margin是14.4个巴仙 都是有进步的 他这个每两者的马金也是有进步 然后他的Net Loss的话 以之前来讲的话 从这个Net Loss 1.1现在到1.5 是有增加 不过还是比预期的少 所以他有这个CEO 他有说他的找吗 第三个季度 他们继续创新高 在最高的这个车的销量方面 因为这个是 他是属于一个新的START 的New Energy B1哥 Domega 他是才上市不久的 我们看他是 大概是在去年 去年才上市 所以他的CEO 我继续说 他主要可以 比市场 做得更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 他有自己的这个软件 跟硬体软体 都是他们自己研发的 然后他说 他继续会把最先进的 这个 group map 方式呢 把他的这个 full stack的 这个in-house的技术 还有做很高效率的产品 然后带进他的这个 更广大的这个顾客群 然后他说 他有自己的这个NGP 就是 Navigation Guided Pilot 是可以在各个城市使用的 很很复杂的城市 都能够使用的来导航 做很好的导航 他说这就使到他 有这个NGP 那些电子车 在驾驶方面 能够更有效率 在无人驾驶方面 他也会做到很好 然后他还有这个 robot taxi technology 就是无人驾驶的得势 所以接下来的展望呢 他说他会继续 创新 创一些新的技术 来 来重新的 来define这个中国的 这个 啊 汽车行业 然后是包括 未来的 Mobility with Technology OK 他看到 这个季度很强劲 这个季度 做得很好 在第三个季度 啊 有这个半导体短缺的情况下都做得很好 所以他这个季度的出车率出车量是多过2020年一整年的这个出车量 然后也倍增了去年的这个出车量 然后他说 他的业绩增长187.4% 他刚有说了 然后因为他们是很创新的 一个创新的思想 然后很好的这个R&D 就是很全面性的R&D 然后很多pipeline 就是很多新的产品要出来 所以就帮助了他接下来的增长 所以他这里有讲他的Smart EV呢 这辆车 已经达到 10,138辆 在10月2021年 增长了233个% 所以10月的 10月的出车率包括 6044辆P7Smart Sport Car 还有3657辆G3 还有G3i SUV 还有这个P5呢 也是在9月的时候开始发布了 然后已经有 已经 已经卖了437辆 已经出车了 然后还有很多的order backlog 就是很多人跟他订 所以到目前为止 这个总出车量 是66,542辆 已经增长了289个% 跟去年同期的话 所以 总共来说的话 他已经出车100,000辆车 到10月份为 所以就代表说 他的生意是还有增长 然后顾客也很喜欢他的车 好 这里他刷ESG 现在是AA的 图定 OK 他会有一个 类似发布费 发布会在10月24号已经过了 然后 他说他有创新新的技术 然后一个800W的这个 电池 然后SIC platform 还有lightweight 480kW的 high voltage supercharge pipes pulse 就是charge电池 charge那个电池的 然后他showcase这个Xpilot3.5 这个他的新的这个 软件来帮助他们来驾驶的 然后这个新的这个电子车在广东的会展 也是有展出 在11月19号的时候 这个G9是他新的这个车 Smart EV会支持Xpilot4.0 会更新 然后他就会用这个800W high voltage SIC platform 然后他还有新研发的这个软件 SEA3.0 这个是新的一个architecture E&E architecture 然后他是可以integrate hardware跟software 还有通讯的architecture在一起的 所以改次over the air upgrade就会更好更完善 所以他flying 一个announcement 哦他有做一个会飞行的这个车 这个就是小鹏的低空飞行车 我们一起来看 就是在10月19号的时候叫做hashie arrow 他会 有会融资一个500个million 然后 在亚洲最 是一个最大的一个融资 然后他是属于low altitude Duke flying一个 接下来呢 在第四个季度 他可以出 车率是在上4500到36500 所以基本上 以去年同期相比是增长了166 到185 81个巴仙 然后业绩方面呢也能够增长一个 149到163个巴仙 所以他说一整年的业绩是7.1个billion到7.5个billion OK 我今天 我今天小小的分享就到这里 你们喜欢这个小鹏电子车吗 记得按赞跟订阅 谢谢